超大的 你看它的厚度跟10塊一樣厚 它嫩到恰到好處 但是它有吃到肉的纖維 今天帶大家來海鮮 台中海鮮 上次拍過海鮮最強的火鍋 這一次來拍海鮮最強的牛排 整個沙路有三個萊萊牛排 然後我有特別確認了 要認明這一間 原沙路市場口的這個萊萊牛排 才是最正統的在地好吃牛排 我們來吃吃看 它不怕給人家拍耶 它直接是開放式廚房 那我們先介紹簡單的 通常都是看到紅茶而已 不會有奶茶 就是那種有那個絕名子那種賣香的紅茶 對對對 但是比較偏甜一點 奶茶也蠻甜的 可是奶茶不錯耶 它奶茶是有點像早餐店那一種 就是你喜歡的奶精奶 50蘭奶茶 它的奶香味比較重 對 奶香香 它就撈得到玉米料的玉米濃湯 哇 我第一次看到這麼厚的松阪豬整塊了 它這邊的色澤很漂亮 對 真的很漂亮 色澤 而且他也把它切開 讓裡面比較容易收扣 所以他真的很厚耶 你看他是充滿豬的這個厚度 哇 哇 超 超大的耶 而且他也還是很厚耶 他這是兩隻吧 他這樣不貴 他這樣才200塊 他厚度超過我幾千 看一下這一塊的 大小到底有多大 你看 超大的 大到泡 然後你看他的厚度 跟10塊一樣厚 超厚 而且是橫切面然後 雞排也是超大的 而且他這個上面這個皮是脆脆的 烤烤烤的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雞排的大度 大小 哇 超大 然後這個的話是 他的這個叫做松阪豬 很多人推薦說他要吃這個 豬排 哇 他沒有讓我選 這看起來是5分 對 這看起來是5分 然後我們來給他 大家看一下這個雞排 我很期待這個雞排 欸 這皮真的是很脆耶 超脆 而且 這個的椒皮 配上這個裡面軟嫩的 哇 充滿豬 好 好 嗯 嗯 這一種就是 它嫩到恰到好處 但是它有吃到肉的纖維 我本來以為它那麼厚一塊 它有可能會有吃到那種 你知道什麼 咬不斷那種乾乾的 不會 這個好吃 幫你吃吃看 我先幫你吃吃看雞皮 脆脆的 好吃好吃的 它本身雞肉就沒有什麼太多的醃料 所以吃下去就是那個雞油煎到焦脆的那個香味 有脂香 很燙的感覺 而且它吃得好吃耶 它沒有弄很多醃料 所以你吃得到本來雞腿的那個 那個叫什麼 那種 肉的那種鮮味 但是它不會有 不是那種就是冷凍肉 冷凍肉會有種臭脯味 它的是不會的 這就是最沒吃過的 第一次吃到 牛排店有賣松阪豬 你有吃過嗎 對啊 嗯 松阪豬比較有嚼勁 整粿超脆的 而且 油脂超豐富耶 而且要去每一口都在爆汁 但是它的口感相調前面兩個會更 扎實更Q 因為它本身 大家有吃過那個松阪豬的肉 它就是吃起來會有一點脆脆的感覺 對 這喜歡吃豬排的可以試試看 牛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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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排讚 各位不知道有沒有人有吃過這個 我每次吃牛排 除了高級牛排外 吃牛排必備的 紅人醬 這個真的超好吃的 它就是有一點酸 醋酸醋 的味道 然後配著那個牛排吃起來會很解膩 所有網友一致推薦他們家的脆薯 到牛排館要吃薯條 你吃吃看 我可以一句話馬上可以形容 它有點像是 大的脆薯 它裡面的馬鈴薯是 麥當勞薯條的味道 放大版的麥當勞 但是外面變脆的 老闆看到我們相機威力 特別推薦 麻糬一碗 這一圈是QQ的麻糬 外面帶有吃東西 裡面是芋泥甜甜的 很讚 這個太重點 你吃吃看它的牛排 很好吃 牛排都會很硬 對我本來也有因為它真的超好 而且我還有那麼大一塊 鼻臉大 我來吃吃看它的麵 我們現在剩的麵沒有介紹 其實麵有分好幾種 一種很像烏龍麵比較粗的白麵 然後這種是比較細的這種黃麵 其實我本來比較喜歡吃這一種 因為粗的你會覺得 那個醬會噴的到處都是 然後在那邊跑來跑去 吃吃看 先說它的蘑菇醬 它蘑菇醬是 偏番茄味跟酸味比較脆 麵是Q的 它這樣子已經那麼久了 我本來也覺得已經有點軟爛了 它還有保有Q度 完了 這是澱粉線解澱粉大怪獸 還有包餡 奶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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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它這一間店的話是 本來在沙路市場 然後我剛才有先去問店家 它本來是攤販 路邊攤 對然後 做了38年 對然後來開了這個 店面 在地老店 等一下一樣 要來選一下 三個最喜歡的 對啊你現在可以先吃吃看 這個喝喝喝喝的鮮牛 我會建議 女生的話 兩個人吃一份 好不好 我能不能第一名 一二三 鳳牛牛排 它可以滿足 肉欲 它又可以滿足口感 然後又可以滿足喜歡吃牛肉的那種 飽足感 然後 不能吃牛的 強烈建議 雞腿排 很大 它那個雞腿排 那個那隻雞 可能是管檔雞吧 那超級大 那個大雞雞 然後額外 薯條配小雞塊 必點的 set 對 對 必點的set 而且生意很好 你聽那個背景 你以為 它一直外送什麼一直來 然後很多人 都在那邊等 等外帶 通常什麼夜市集 家市場集 家感覺都是很道店 就是在地可以活那麼久的 通常都是有 有一定實力 那種 你 有一定實力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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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